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a 又是Cara 告诉你 大腿琴教学短片系列第二季 记得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以及看之前的影片 上一集开始讲阴阶练习 有同学跟我说回家练琴 练了没多久就觉得很闷 又不知道练习音阶的方向是怎样 其实如果我们了解 开始认识音阶练习的主要元素 就可以令音阶练习能够发挥到最大的效用 让我们今集就讲解一下 如果我们观察音阶结构 留意各个音符之间的关系 首先我们会发现有把位的转换 然后我们会分辨到每个音符之间的距离 其实是由一连串的大把位和小把位组成的 如果把位和手型做得不好 就会大大影响音阶 所以我们不应该只挂着音阶 应该是由影响音阶里面的把位和手型 开始去考虑分阶段练习 这样才是最有效和最有效率的 我们可以看到音阶练习里面三个元素 就是把位、手型和音阶 针对第一个练习元素 把位转换 练习目标就是 确保左手准确到达各个把位 第二个练习元素 确定手型 练习目标就是 所以到了最后第三个练习元素 确保音阶 练习目标就是 仔细聆听和微调 现在我们已经由音阶的结构 知道音阶练习元素 也明白如何利用这三个元素 做针对性的训练 只要大家按着次序去练习 由把位转换开始 确定手型之后再练习音阶 不单只会令我们更加专注 而且成果也会更加明显 希望大家日后可以把握 练习音阶的时间 练习得有成效 大家对今集内容有什么问题或意见 可以在Facebook或YouTube留言给我 记得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因为大家的问题 有机会在之后的短片解答 如果想知道Cello Factory 和课程的资料 就要留意这个网页